我們比較喜歡水果的香味還是草本的香味 我們比較喜歡膩的香味 這個叫做爐內高潮 誒是白噪音誒 對我好喜歡這個聲音誒 超級舒服 歡迎收看魔術頻道我是 Davio 妮妮學姊 然後我們今天為什麼妳在裡面 為什麼 妳要在裡面開場 為什麼不在外面開場 因為外面很冷 然後妳不想要出來外面 就是想待在裡面 歡迎收看街頭新嘆 你講話好小聲啊 今天對 這邊等一下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了中立區 今天呢我接獲縣門的線報 然後在中立區的一家柴柳工作室 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難怪我想說 新開幕 為什麼要跑這麼遠 先開幕馬上來體驗 好 確認了 誒 誒你這個怨太 什麼什麼 是初次見面嗎 對是初次見面 初次見面就約人家來這種有小闖的 小床的地方 小房間 小房間 小房間啊 怎麼稱我 你好 我是雪鵝 雪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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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妳的聲音真的是很可愛那種 謝謝謝謝 可以當那個節目的那種 怕ki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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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考慮過了 但我不會 那段主妳正在幫他掏偶頭這樣掏偶頭 然後他突然就睡 他睡得很沉 然後我就這樣 也有遇過這種 他在動了一下 對也有遇過這種 然後我們兩個都一起嚇一跳 然後就醒過來說 對不起我剛剛睡著了 你這麼快樂我覺得很可愛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等一下就來看一下我的耳朵見證 等一下會有些比較深一點的 深入的 深入的探討 對 麻煩了 謝謝謝謝 麻煩了 好 直接躺上去了嗎 直接開一躺 不用先付錢啊 不用介紹什麼東西 喜歡再付錢 喜歡再付錢 有這麼奇怪 不喜歡就換了 開玩笑 開玩笑 那我們前面的話 先幫妳看一下耳朵的狀況如何 啊完了 完了 最緊張的時刻 對 平常沒有在親耳朵 對平常沒有在親耳朵 而且有在親別人這樣 親別人 親別人 喔真的很像耶 偏濕耳的話就會很容易這樣子 如果平常沒有在清理他 會慢慢的堆積堆積堆積 沒有沒有沒有 蛤妳說什麼 哈哈哈哈 那我們等一下的話會放剛剛畫面中的那一個 大水晶我們把它清出來 那妳這邊的收費是怎麼收 這邊的收費的話 現在因為我這邊工作室剛開 那都是在做推廣的價格 原價是799 那現在單個項目是500元 喔 500元 喔 破盤價耶 對對對 一個人就是一次這樣子 因為在台北的話都是破千啊 對對對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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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會先幫妳清理耳朵的外面喔 哇 喔 牧師的感覺 對 這個是洗人的牧師 喔 洗耳朵嗎 對 耳朵這邊會有個小凹槽 很容易會漏掉 像這邊 的地方 你的耳朵外面乾乾淨淨的 你們採耳的過程就是 就是講究的是輕輕柔柔的動作 就是要讓客人覺得是舒服的 那以後就開在中壢吧 還是會開到台北出來 大使應該會現在中壢了 他已經中壢了 嗯 我是桃園人 因為那是孔雀羽毛 那他是幫你放鬆耳邊的交感神經 喔 很舒服耶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過程 去跟人家擦耳的舒服 那就是怕癢 有啊 有客人就是會一直躲一直躲 會一直笑 對會笑出來 或是一直躲 真的是音差 等一下會在你耳邊有震動聲喔 我絕對不能還要擦耳朵 怎麼說 我忍不住一直打客人耳朵 我忍不住一直弄 做一些奇怪的笑話 哈哈哈 他不像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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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像這樣很習慣 會一下一根你除了毒液 哦 那你欠了前戲 對 那外圍 你比較喜歡水果的香味 還是草本的香味 比較喜歡膩的香味 我的香味嗎 那就是花果的香味 他已經都想起來 怎麼應付你當店太偽了 好 那你要開始採耳朵 我知道了 這種的樂趣就跟青粉刺一樣 對 你說中了 我很喜歡看青粉刺的飲料 是不是乾式的 乾式的就還好 乾式比較會容易覺得癢 這個叫做爐內高潮 應該蠻常聽到的 用音叉的方式在耳邊震動的 有些人在這個過程會覺得非常的舒服 之前有客人跟我說他做到這個環節的時候 他的整個半身都是酥麻的 聽說你的左耳 做完了 把褲子穿起來 左耳比右耳還多 耶 做完了 你會帶回去然後抽獎抽給粉絲 對不對 哇塞還被退粉吧 換你要耳朵啦 啊 啊 你建議用他用過白痴 還不建議 建議 建議用我用過的掏耳棒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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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好夢幻的畫面 好夢幻 超夢幻的畫面 這個力道 你要再大一點或小一點都可以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我覺得躺著的這種按摩超舒服 我自己也很喜歡 嗯 嗯 因為我很安安喔 超級喜歡 真的喔 好 那我這邊先幫你基礎放鬆一下 我們會先做耳朵喔 好 好 我小時候睡覺都想睡耶 這麼沒安全感 我小時候覺得自己是吸血鬼 哈哈哈哈哈哈 是白噪音耶 對 我好喜歡這個 超級舒服的 有時候家族旅遊的時候 感覺可以戴這個 可以 因為家長睡覺的時候會打火很吵 擦進去就會安靜了 是這個意思嗎 火滿大的喔 頭裡面濕氣很重 嗯 耳內的濕氣比較重的話 火通常會比較大 大家有人就是需要按摩的練習對象的話 我可以當大家練習對象喔 這有辦法自己弄嗎 盡量不要 因為 很危險 看不到 因為BG還是有火嘛 哪怕你們比較抓不到什麼時候會拿起來啊 因為自己做也不舒服 對啊 你就是要躺著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柴兒體驗啦 大家早安 剛睡大覺 好爽喔 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我們妮妮學姊 然後雪兒 可以大家預約囉 然後地址呢放在資訊欄 在下面 她也有IG 下次再見囉 掰掰 Oh my god 嚇我一跳 你變什麼我還是沒看到 真的有耶 今天呢是助力大考驗 第二集 要接受挑戰了嗎 Here we go OK Check it out 什麼啦等一下 這是下一個 等一下 Oh my god 什麼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看你變魔術了 好快喔 好快喔 它沒了 這是怎樣 什麼 什麼 你這樣看 喔靠喔它這麼壯喔 Oh my god 嚇我一跳 我都沒看到 欸你剛有做什麼事情嗎 哈哈哈哈 我還看著 我還看著 欸它是好久不見的那個嗎 Sandy 對啊 出現了 Sandy Sandy出現了 你有認真在看魔術嗎 有有 我有在看你手上的東西 但是旁邊真的太搶眼了 請問第一個 影片可口可樂 摸了一下 變成了另外四個字 請問是什麼字呢 是這樣可以吧 你讓我變字 有 有 有變字 真的假的 可口可樂四個字變成別的 我沒注意到欸 新年快樂 欸 有在follow的 有啊 因為旁邊那個我不太想看 你剛剛第一集好像也是這樣講 真的假的 旁邊那個綠色的沒這麼好看的 哈哈哈哈 兩年始終如一 始終如一 我變了一個 撲克牌拿出車子的魔術 鍋鬼鬼的帽子是什麼顏色 貝雷帽 黑色嗎 黑色嗎 是灰色 喔是灰色 但我記得它的內衣是不是灰色 但是我記得它的那個 小可愛背心是灰色 是灰色 這個是 正確無誤的 這個是確定的 猛男生在我變了什麼魔術 紙盒變撲克牌 撲克牌 盒子再把撲克牌拿出來 喔有欸 最後一個是Sandy看出來了嘛 對不對 設計最精密 最難的就是安西的那一題 安西我變了什麼魔術 你沒有變魔術 我忘了 你只記得她穿白色的小可愛 不要騙我 我有變魔術 你變什麼 欸不然你變什麼 我還是沒看到 再看一下 真的有欸 不行他太顯眼了 實測大成功 謝謝 實驗結束 耶 成功 是不是真的 喂 喂 找超快 找不到你變魔術 找這個 找得很快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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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